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最近我看到一些关于抗日题材的电影电视剧 不是首次鬼子,就是包子炸弹 还有一名八路军,抵挡上百名鬼子 而游刃有余的震惊场面 真实军感叹,这抗日战争要是能有这么轻松 我们也不至于抗战八年,伤亡几千万人 要知道,真实抗日战争其实是打得非常惨烈的 早期国民党几乎所有的精锐都消耗在了1940年以前的对日战场上 不但士兵牺牲无数,以身殉国的将军也不在少数 而即便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国军依然是输多胜少 哪怕有偶尔的胜利,也只能用惨烈来形容 从松户会战到武汉会战 中日对战的交换比低的时候有2比1 高的时候向太原会战打到了5比1 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5个国军士兵才能换掉一个日本兵 而像这种2比1的战损比就可以被当时的国军奉为是不可多得的胜利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有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之说 而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能理解 平行官大姐为什么能让当时的全国军民精神霸振? 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没有中国军队能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 同时还能打出几乎1比1的战损比 至于为何国军会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伴? 很多人认为国军是输在了装备水平上 但实际上中日两军的精锐部队单兵装备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差距大的是整体的部队实力 像国军的精锐,民间称为德谢师的第80军,70军,88军 名义上虽然都是用德国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 但实际上真正能达到训练标准的少之又少 满打满算也就不到十只 而也正是国军德谢师的命运成就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人的血性和壮烈 这些代表着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力量 在和日军会战中几乎都是死战不退 战至全体阵亡都成了常态 像南京保卫战,国军第80军,70军,88军 与花台一战便全体壮烈牺牲 也是这一战让老蒋花费重金,专款打造的国民革命军第30、第60师和第90教导总队彻底消耗殆尽 而之所以国军会败的这么惨,跟日军强悍的战斗力是分不开的 前面刚说过,我们差距大是因为整体部队实力 这怎么理解呢? 我们说国军的精锐部队通常会指某某军某某师 而日军精锐制的可不是某支部队 而是代指清华早期的全体日军 因为日军清华是有预谋的 所以他们早早的就为了这次战争开始准备 这批日军就是最早开始准备的这批人 他们从小就接受军国主义的洗脑 懂得听命服从 战场不投降,冲锋不怕死 而且还接受过完善系统的西方教育 在文化素质上是远超当时中国士兵的 相比于中国军队中的普遍的农民兵 日本兵对于军事和战争的认知理解要深入许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中国士兵拿步枪可能只会用准心对面前最容易打的目标开火 但日本兵却知道选择射击价值更高的目标 如机枪手、炮手、指挥官等等 同时射击士会下意识的去寻找掩体 对敌我距离进行估算 而这些技能在国军大部分农民兵中是不会去考虑的 当然除了战斗技能方面的优势 日军单边的身体素质也有优势 虽然说日本士兵身材矮小 但矮是基因问题无法逆转 可人家的国民生活水平好啊 营养八倍什么的都更加科学 相比于中国士兵的温饱为主 他们已经开始追踪各项身体指标了 然而这些都只是外部条件的优越性 更重要的还是日本在思想方面的统一 前面提到的军国主义思想 造就了一大批为天皇是从 不为生死寿命效忠的士兵 要知道在战场上遇上一群不怕死的军队 是多么的可怕 看过《雪战钢军》里的朋友就能知道 这样的一群士兵是多么的恐怖 这和我们国内那些抗日神剧里的鬼子 是大相径庭的 而反观国军这边 他们大多都是拿想吃饭的士兵 当然也不乏一些爱国血性之士 能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和鬼子一战 但这样的人真正能有多少呢 一个靠军想打仗和一个靠理想信念打仗的两支军队 结果可想而知 这也是为什么在解放战争时期 当国军遇上解放军 会这么不堪一击的重大原因 所以回过头来说 国军的屡战屡白 它不仅仅有外部因素 也有内部因素存在 日军的汉勇是真实的 不可否认的 但国军对抗日军所展现的抛头颅撒热血 也因不容我们忘记 现在大多的影视剧处于某些政治原因 只会通过弱化日军 丑化国军来彰显我军的骁勇善战 而这个我军 大多也都是我党为主的八路军 也并不是说咱们八路军不行 不可否认 八路军确实是一只在抗日战争贡献实在力量的存在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还需要记住的 应该是每一个曾为民族解放所斗争过的中国军人 不管他们曾是什么军 哪个党 因为他们现在都叫做革命历史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听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